嗆嗆三人行 马博士这一声都是太太送的 这年头被老婆养起来的人不多 你用送这个字听起来比较温暖 你说强迫我用的才对 可是这个会有一个问题的 我有时候觉得是阴谋 因为习惯了 他送东西给你用给你穿什么 那你第一个失去了买自己东西的能力 对 瘫痪了 对 瘫痪了 你不懂得什么时候去买几种开口 我没衬衫去买吧 你买给我吧等等 那你就没有处理事情的能力了 要依赖他 第二个朋友别的朋友不能送东西给你 因为从来你的东西不会自己买的 都是老婆买的 假如外面的 刚刚说文道突然送个表 送个领带给我一定有问题 为什么人家会送给你 没错 一定是其他可能是女性送给你 你就绝对不能用那些东西 说出了所有他想干干不成的事 没关系下回要是女性送给你东西 你就跟你老婆说是我送的 对 我跟你老婆保证说信我吧大嫂 他太了解你了 他知道我从来不干这种事 从来不送东西给我 我想他更了解的是你 这个嘉惠博士 这个整天在公开场合表现出一副不知感恩的样子 实际上心里对太太我知道是非常好的 这个你知道吗 女人可以没有男人 男人不能没有女人 这是我的健康学研究 获得了英国科学家小组的承认 他们的统计调查表明 离婚单身生活 女的不大会死 男人死的多短命 你知道吗 就女的过婚姻生活的 和离了婚之后一直单身的寿命差不多 没有表现出明显差异 反而是男的 男的没有变成官夫了 就是离了婚官夫短命 然后有老婆的男的相对长命 这是真正科学的调查 所以说我就说为了健康起见 我们也得有个老婆 当然多点更好 多点不一定更健 更多健康 可能是 我现在要说什么事 女人们也很可怜 最近今天这一集节目 咱们就讲这个健康 讲健康 我们这个编导小韩命了一个题目 就今天的话题就叫 喂你好吗 为什么叫喂你好吗呢 就是说咱们可以看看这张照片 北京一个23岁的女孩 你看哎呀真是多漂亮一个孩子啊 他竟然因为胃溃痒死了 12月16号 因为急性胃溃痒导致失血性休克去世 年仅23岁 他生前啊 那几天天天在发微博 12月14号 他说胃疼还在上班 14号深夜11点多 胃病发作 16号急性胃溃疑 去世 你看提前几天 他都在微博上 就说哎呀我这个胃啊 疼得受不了啊 或者什么啊 今天又是搞到吃晚饭 晚上11点多 可能加班 加到晚上11点多 又是这样吃晚饭 说他长期啊 这么深夜吃晚饭 甚至我看到他呀 有点学我呀 就是说 为了减肥啊 他说他还说要保健康 这是我跟某些明星学的一周 所以明星你说他有什么好啊 明星你不知道他过的是难民的日子 他们要保持瘦 但是有一部分明星 遗传是会胖的 他们就告诉我 我说不吃饭不行啊 他说啊 早餐午餐可以吃 晚餐不用吃 就是说这是健康的 说你只吃早餐和午餐 然后一定要跑出来 跑甚至跑两个小时 把吃的这东西都跑出去 这样能够瘦维持一个体型 这个姑娘也曾经在微博里说过 说为了减肥 但是我也想为了健康 我呀 就只吃早饭和午饭 坚持 不吃晚饭 如是种种 但最后怎么会因为一个胃快 羊要了命 这可能是 不晓得病嘛 各种你说 急性肺炎也会死 胃炎也会死 等等 这个病 我们都不是专家很难说 可是我刚听你说他之前都不断有发微博嘛 就说自己胃怎么样痛发 怎么痛发 那我好奇是说他发微博这个事情 听起来也不是那么急嘛 是好几天了 你说他都发了微博好几天 求救了 我说感叹 为什么情况 在什么情况下 他会没有办法去处理呢 真的是太忙吗 还是完全忽略了 忽略了这个讯号 就是说你一般人觉得胃有点不舒服 还不至于你不上班或者到医院 他没这个根弦啊 没这个警惕性啊 不过我是觉得 光是说吃的少 不是一个太大的问题 比如说像很多出家人 像我的老师 他们南传佛教出家人 都是日中一时 不会吃晚饭的 数十年如一日 就不吃晚饭 没有晚上那一顿 有些禅宗的法师也是吧 对不对 一天只吃中午那一顿 或者甚至早上那一顿 但他们也身体很好 所以从这里面可见 这不只是个吃的问题 还在于你用这样的一个吃的方法 你有没有一个配套的 一种生活的方式跟心态 你比如说对出家人来讲 也许他平常生活很简单 对 他有修行 对 他的心情很轻 他的能耗很低 对 所以他变得就是他吃的少 但是他精神各种状态都很好 没错 但是假如你像是个小女孩 我猜这种胃溃疡不只是个吃东西问题 多半也跟工作压力有关 就你如果说你这么吃的很少 而且或者说你过去一辈子都是一日三餐 忽然之间一下改了饮食习惯 同时工作上又特别忙 压力特别大 这时候胃才会出事 这个我的感觉就说是 我就研究这个统计 跟心理因素有一定关系 比如说金正日得这个病 我也看到英国科学家为我调查 说这个在心脏病人当中 最大的比例的就忧郁症最多 不是说不是说得心脏病的都有忧郁症 但是得忧郁症的概率上 更容易闹这个心脏的毛病 就是跟你的这个心理 咱不觉得添了点堵吗 心里添堵吗 这可能也有一定关系 而且像你刚才讲的 也有一个因人而异的问题 我现在发现医学这个事 真的是 你像我的这个 我前几天去复诊 我的这个香港这个医生 还跟我讲 他老说我吃的多 可我吃的非常少 因为我戒烟之后我就胖了 我就吃的就很少 他老是说 他说你不要吃淀粉类的食物 我说我每天吃米饭 我现在都数着粒吃 他们说早年说鲁豫吃饭 我说你是数着米粒吃饭 现在我也没想到 你也搞到鲁豫这样 可是他也说 他说还说你吃的多 他给我讲一个道理 他说这个金白米 金面白面粉 这个大米 这金的东西 他有一个什么呢 效率太高了 他说一吃到身体里 马上转化成糖分 因为他精 一下子就转化了 这样你身体负担就重了 长脂肪或者甚至是血糖高什么的 他说你要吃那种 转化有过程的 所以你看现代人都是这种目的性 结果 他实际上都是带皮的 粗粮 这个他转化 纤维素比较丰富的 比如说灶米 对 他说这个转化是有个过程 而且有纤维素 那么后来我说 那为什么普天下的人都吃大米 吃白面 他们怎么都把这回这么瘦 我为什么就胖 他说就说 个人体质不同 你也许你的代谢有点问题 所以我就感觉到这个真是 胖子喝凉水都胖 我这样听起来医生的确蛮好当的 我的经验是 不管你看什么科的医生 他到最后一定大概就跟你讲这个 你吃太多了 是吗 你借烟 不要晚睡 因为坦白讲 专业医疗那部分 很快就讲完了 他讲的少为复杂 宗教是吗 讲的少为复杂的 你都听不懂 也没有需要跟你讲 所以其他基本上 这是common sense 其他讲的 他大概跟你讲15分钟 有13分钟就讲那个常识 然后那个东西基本上买本书 不是买文道那个常识 买本医疗的什么 都是小学健康教育 都是这么教的 都是这样讲 糖分有两种 好糖坏糖 什么什么好胆固醇 坏胆固醇 容易消化不容易消化 晚睡你身体体质什么 要听得很舒服 对啊 然后就走 那有一个重点的差异 就因为他是医生 于是同样是 你小学健康教育讲的话 今天一个医生跟你说的时候 那个背后的科学权威 那个意义太重大 是啊 我昨天晚上立竿见影的 我就变成兔子了 晚饭只吃绿菜 不吃米 不吃面了 我现在就这样了 喂你好吗 强强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哦这个沐昕先生 今天凌晨 三点去世了 也去世了 就是陈南青说 他文章写得好的那种 对对对对 在乌镇 是 他文章写得好 那就好 那感觉就是说 因为他长文章 短文章也有嘛 他有一些像语录一样的东西 对不对 一看一两句难忘 对 而且真是英俊 木星英俊 长得就像希腊的男的雕像一样 而且人也是同性恋 非常美 对对对 画也画得好 就是他的文字很特别 就是一种 有一种特别的魅力 哎 按说他的晚年 当然他是这个这个 这个善终了 是吧 这个这个活的岁数也很大了 我就觉得现在会不会有这种 有些人有过牢的问题 你比如说 咱们讲到这个 这几年的这个新闻 死人的新闻 有几个比较引人注意 加上咱们今天说这一出 就类似几个 在中国大陆 类似几个小白领 就是怎么会类似 你知道 我现在觉得有一个感觉 就咱就说这个乔布斯 那天跟徐克聊天 不才讲这个事 就你不是研究李敖吗 李敖有一个观点 我这个有保留的同意 他的意思是说 他说这个乔布斯 有那么伟大吗 他说其实说到底 他也就是发明了一个工具 可是他的意思是说 这个素质没素质的这个人 你有这么一个工具 你还是胡逼弹扯 你只不过 你看看他们在微博上 在QQ上这些个 对吧 这些个胡扯的东西 你就会发现 你只不过是有了一个东西 你大量的时间耗在这 但是我为什么说 我说有保留的同意 因为我还发现 乔布斯的一个害处 你知道乔布斯 我真的 我现在也觉得 他有那么伟大吗 我有种怀疑 为什么呢 我现在感觉 他给我增加了很多麻烦 按说我不是温家宝总理 可是你知道 我现在的时间比那个 比那个就是我像守财奴一样 在算我这个时间 我觉得我比国家主席都忙 为什么呢 我就觉得因为 这个从比尔盖茨到乔布斯 你知道吗 实际上他提供了一个可能性 他提供的这种可能性 实际按说是方便 可是这个方便 却使得你更加忙 因为他提供的这种可能性 是可以让你在五分钟之内 同时处理八件事 你明吗 过去你从甲地到 从中环到通罗湾 你坐车上你也干不了别的 看看风景 你就去了 有个悠闲 可现在你坐在车上 一击在手 你也可以给他发个信息 跟他联络着 也可以跟他回个邮件 还可以在这看着新闻 还可以在这准备着节目 还可以跟小青人唠嗑 你知道吗 他提供了这种可能性 把人的贪心 就是想干更多事的贪念 都引出来 所以我每次看到很多 经常见的 卖手提电脑的广告 你们一定见过 不同牌子 都用那种创意来做的 总是在海滩 一个年轻有为的年轻人 捧着那个手提电脑 非常高兴的 电脑上面 屏幕上面显示一个报表 电脑报表 对不对 然后语句就是说 我这个电脑那么轻 那么快 那么好用 你可以一边度假 一边跟全世界联络 我每次看到那种广告 都觉得真悲哀 以前我们去海滩 去海滩 对不对 就抱着那个女朋友也好 老婆也好 现在是带着那个电脑 来打报表 所以现在重点在于说 收回你说 你有所保留的部分 它伟不伟大 我觉得说你有了那个工具 我们相信那个可能性在哪里 就是说你本来不怎么样的 本来你是没有机会借出的 可是那个工具给你一个机会 你永远不知道 从工具 透过工具联络到的人 你会发展出什么来 不然的话 我们假设你是聪明就聪明 聪明不需要工具 也是聪明 你是笨蛋 给你工具也没用 我们不能做这样假设 我们假设每个人差不多了 没有像那么天才 也没有像我这么笨的 就是差不多了 给你一个工具发展出来 我觉得它伟大 那个工具的伟大是在这里 是 但是呢 就是说 这到底是佛还是魔 你知道吗 在人定力不足的时候 你提供给我这么样一个可能性的时候 我现在发现就是你会特别的忙 你摘不过来 首先比如说你有了手机之后 这种我们有了手机之后 就基本上没有了上下班的区别 没有了 对啊 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趣 我们进入了这么一个过渡 我常常说这是过度沟通的时代 进入这么一个电子过渡沟通时代之后 好像整个资本主义的生活的划分方式 又有了一个新的变化 这话怎么讲 因为念社会学就是 社会学家或者历史社会学家会告诉我们 我们现代人的所谓的工作跟休闲的 这样的一个生活二分法 是资本主义到19世纪之后才出现的一个产物 你比如说像以前一个礼拜工作 要有一天假期 法定假期 要有周末假期 这都是资本主义后期才有的东西 要有一个法定假日 也是后期才有的东西 因为以前你想象得到以前你在农场 在农地里头 比如说我们以前看一些老农民 他们是没有什么的叫做我现在下班 我休假不会有这个概念 他就坐着坐着累了 我歇着 歇好了再做 那如果真要休假呢 那是由自然决定的 比如说收割完了 天凉了 等过年了 那你就休假 对不对 这不是一个你的工作内部 你可以区分出来 我每天工作几小时什么 没有这个概念 所以像那个阿多尔诺 他不就抨击吗 他说他认为最好的生活 就是工作休闲分不开的生活 说他就是那样 他从来不区分这个 我觉得现在我们到了一个新时代了 我们终于回到了阿多尔诺 想忘了那个时代 真的彻底分不开 但这个彻底分不开 跟前资本主义的那种分不开 又不一样 不一样 前资本主义那种分不开 比如说农田里面那种生活 你说我分不开休闲与工作 那种状态是一种更 天人合一 更舒适的 更舒适的 那现在我们这种 就像嘉辉讲那个 你抱这个电脑到马尔代夫 没错 真的是现在我的感觉 就在日理万机 一点没错 枪枪三人行 广告之后见 我觉得是对自己的野心呢 更大 所以为什么这个佛家常讲 这个五一六成呢 就是给你提供了很多方便之后啊 让你啊 对成就一个自己的野心更大 于是你知道我现在就是说过劳 为什么我说忙啊 你好比说我现在觉得我要运动成就自己 我也身体要好啊 我也不能胖 我要锻炼 好 每天跑步一个小时 这对于现代白领是一什么概念 你知道 你跑步前后得有准备工作啊 完了得洗澡换衣服 这一折腾 两钟头 对吗 两钟头好 后来我想这还不够 我还要更进一步 我说我每天游泳一个小时 你知道那我的生活就变成了飞 从早上起来 说我以后要做个吃早餐的人 工作还得照常坐着 朋友还得照常交着 你知道过去的你一点都不想放弃 然后呢 你又觉得你可以更多 有些公司老总前几年猝死的 你这很可笑 猝死在哪呢 猝死在跑步机上 半夜12点 我今天这任务要完成 是吧 我得体型要维持 我还在跑 猝死在跑步机上 可是假如你说用网路 会让人家贪心啊 想做更多的事情的话 这个当然要自我控制的问题嘛 懂不懂得去控制 可是问题在于说 他真的有那种好像吸毒一样 有我们叫上瘾了 上瘾的特质 你一定会所谓上瘾 其中一个定义就是说 你一定要越来越多 越来越多 才能给你同等的快乐满足感 对 它里面东西为什么呢 有生理学的 证据的 所以很多的研究报告是说 你上网晚的那个动作 眼睛跟那个继续的互动的情况 会不断挑动 气机里大脑某一个区域 会改变的 会改变你某个区域的结构 生理结构 所以你就完全是几人以后 从那个方式来面对 跟人家来交往 来面对你的工作 你已经不赖烦 甚至不赖烦 现在年轻人 不赖烦看完一部电影 完全不赖烦 它是有生理的 软件改变了硬件 对 它生理基础在那边 它那个attention period也短了 对 所以现在我觉得有个很大的问题 就是我们有这么多方便 我们可以拥有的东西更多 但现代人的一个基本特征 就是政治哲学 叫Possessive Individualism 意思就是占永性的个人主义 什么意思 就是现代社会底下 我们每一个人 用来定义我自己的方法 成就我自己的方法 就是占有一些东西 拥有一些东西 占永一 永战一些东西 拥抱一些东西 有的更多 我更大 我更有意思 我生命更丰满 我更有成就 对 但问题是现在这么多工具 这么方便 我们理论上可以有的更多 但是有的更多 这就会出现 你刚刚讲那个情况 你很忙 对 但是我们从来没有学好 我们怎么丢 我一直在学的是 怎么样去拥有 从来没学过 我应该放弃一些 比如说 你如果现在变成这样的生活 你每天要运动两小时多 又要变成一个吃早餐的人 对 那你早睡早起了吧 对 那你多文涛就不可能 再过一个十几年前那种日子 比如说晚上哥们 叫你出来聊天什么 你就不可能了 没错 你就应该丢那个了 但是那个可能在心理学上 对我有意义 没那个 可能这人抑郁成疾 你知道今天我们公司 一个司机就讲 他讲他根本没有时间做运动 他说我每天忙完了 晚上回家已经九点十点了 他说我吃完晚饭 洗好澡 我再看一小时电视 我就 换了 就不是 就十二点以后才能睡觉 我说那你不能不看那一小时电视吗 他说哎呀 我每天只有这一小时电视 提供他身边的一个 老婆孩子都睡了 他说你知道那是我一天最舒服的时候 他说如果我不躺在那 看这一小时电视 我这一天就像没过 都在为别人过了一天 那也有理解为什么 现代人的工作时间 很长